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二娘看着没有破绽 跟张青这两口子给武松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请武松喝酒 酒席宴上孙二娘跟武松就说了 兄弟 今天晚上你就离开十字坡 够奔青州府了 奔二龙山去 这一路上可是几天的路程 嫂子我得嘱咐你几句话 这也倒是你得记住 武松说兄嫂嘱咐我 我一定记住 孙二娘说第一 你得把酒给借了 武松说好 你要是不喝酒 你就神志始终保持清醒 对周围环境非常警觉 有个风吹草动 你就可以躲避 一旦喝醉了酒就容易出事 张青说 我还得嘱咐你一句话 路上千万别管闲事 管闲事招是非 武松说好 大哥说的话我也记下了 孙二娘说再有一个 你这一路上啊 你是晚上走路白天睡觉 这样的话呢 可以躲开官府以及其他众人的耳目 武松说好 我记下了 今天晚上这顿酒是给你的健行酒 你就铲盖着喝可别喝醉了 喝完了之后可再也别喝了 武松说好 兄嫂对我武松如此关照 我武松今生今世 躺能活在人世 莫持不忘 武松在这跟张青 孙二娘 他们三个人在这吃喝一闭 稍事休息 天骄定更 这功夫 武松站起身来 向张青和孙二娘 兄嫂二人告诉 张青和孙二娘两口子 往外送武松 武松现在就完全是一个行者的样子 行者 什么叫行者呢 这个行者就是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庙里头啊 扫地啊 勤杂仁义的这种僧人 叫行者 另一种说呢 就是苦行僧 走遍天下 到处化源四海为家 这叫行者 这样的和尚 可以不落法 武松就是属于这样的和尚 戴法修行的僧人 武松往外走 两口子送 送出了狮子坡 又往前走了四五里路 远远地看见月上东山之石 这两口子才跟武松是挥手告别呀 武松 内跨借刀 大踏步 就走向通往二龙山的道路 这一路上 武松记着凶嫂对他的嘱咐啊 一个是不喝酒 第二个是不管闲事 第三个是晚上走白天住 武松不管闲事 这个管闲事是他的个性 能说不管闲事吗 头一天晚上他就管了个闲事 前面走路过一个地方叫吴公陵 在吴公陵下 武松就碰起一个老头在那哭 一问那个老头为什么哭啊 这老头说他有个姑娘 上他旧家去了 回来的时候让吴公陵上面 一个老老道一个小老道把他女儿抢到那庙里去了 据说这个老老道跟这小老道这师徒啊 人危害一方 经常把这大姑娘小媳妇抢到他那庙里边 他也不杀害 陪着他睡两宿 他再把人放回去 官府中对这两个老道都没有办法 武松一听这个话了 让这老头领着他上了吴公陵 找到那庙里边 武松就把这戒刀抽出来 这一对戒刀啊 武松心想我试试这刀快不快 这一对戒刀耍动之后 老老道小老道都死在武松之手 武松把这两个老道都杀死了 他知道老老道的名字叫飞天吴公 姓王就王武公 这个老道自个儿还说呢 说我当初落在这个地方 我考虑我自个儿就王武公 我外号叫飞天吴公 我走到这个地方叫吴公陵 我以为各个名字都相符 这是我的发祥之地 没想到我到这儿犯了地名了 让武松把这师徒二人给杀了 把那姑娘救出来 武松放了一把火 把吴公陵上那个庙宇给烧了 烧完之后 武松就让那老头领他女儿回去 武松呢自己也走下了吴公陵 头一天晚上他是连杀人带放火 你说他还能嫉妒住孙二娘对他的嘱咐吗 下了吴公陵 走到天亮 武松开始住店了 这个想起来 到店里边一住下 白天就睡觉 闪过头醒了 让这店小二给我把饭打到我屋里来 我在屋里吃 晚饭也打到屋里来 我在屋里吃 晚饭吃完了 告诉店小二给我结账 店小二说结账 您是明日早晨走 不 武松说结完账我立时就走 店小二说您结完账立时就走 那外边黑天了 武松说对呀 黑天我才走呢 哦 那您白天住店晚上走道 对 我这个人就这个脾气 跟正常人全翻着 哎好 店小二马上一转身 到账房那找账房先生 把这账给结了 一边结了 他跟账房先生还嘀咕呢 您说这位怎么回事 他白天睡了一天觉 他晚上走道 账房先生说你不知道啊 这都是贼呀 这就咒服夜出 晚上走道 说是走道 出去的是作案家 他是和尚和尚咱们俩 这年头你什么都看不明白 你就别理他 他走就让他走吧 结完了账 武松辅了钱之后 武松又打店里边出来 就这样 武松一直是白天睡觉 晚上走路 走了那么三四天 已经进入了青州地界 出了梦州界 开始的时候 武松偶尔的还能看见 有的村镇墙上贴着布告 上面画有他的图形 是捉拿他的 赶走到了青州地界之后 武松发现 有的村镇墙上 再也没有捉拿他的布告了 武松心想 我别老翻着走道了 这么样我自个儿也别扭 干脆我挣过来得了 于是武松找了座店房 睡了一个整宿整夜的觉 然后呢 起身之后 又往前赶路 这一赶路 武松可就有点放松警惕了 武松想 好几天不喝酒了 武松那个人是最爱喝酒的 这门老不喝酒 这肚子里边他觉得馋呢 难受啊 这天 早饭已过 午饭还没到的时候 武松走到了一个村庄 一进那个村子 一看把这村头旁边有一个酒馆 酒馆门口挑着个酒馆 上门挂一酒壶 酒壶下边坠一红布 武松心想 今天开开斋 到这里边喝点酒 武松卖目就走进来 他一走进这个酒馆 酒馆赶忙过来打招呼 哎呦 可言 师傅 您用饭呢 武松一看靠窗户有一张桌子 他就坐这儿了 饭不饭的先不着急 你有酒没有 哦 跑汤的心想 这个出家的和尚一沾口先要酒 哎 有酒 给我来一滩好酒 好 您 您要什么菜 你这有什么菜 咱这素斋素菜都有 我不喜欢吃素菜 有什么肉吗 肉 师傅 您 您吃肉 哎 我吃肉 我那个和尚跟一般的和尚不一样 我是那种酒肉穿穿过佛祖心中留的和尚 啊 肉 咱也没什么肉啊 没有什么肉 武松这工夫忽然一抽鼻子 就闻见有一股香味 这个香味是一种肉香 而且武松还闻出来 是什么肉呢 是鸡肉 这个鸡肉还是熏鸡那个鸡肉 熏鸡味 这个味好像是从那个后院里那个门飘过来的 武松想后院里大概正熏鸡呢 武松特意问了一句 有熏鸡吗 啊 没有 没有 牛肉呢 牛肉也没有 您来的食物不合适 你看看早饭过午饭还没到 所以这时候没有什么 就说午饭的时候咱们也没有牛肉 昨天有牛肉都卖完了 您要想吃牛肉啊 那就晚饭时候再说 嗯 武松心想也许后院是人家住家自个儿熏的鸡 所以人家不愿意卖 这玩意不能强迫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有什么肉 有什么肉 你要实在吃肉的话 我跟你说 前天呢 胜了一盘狗肉 哎 那也行 把狗肉给我拿来 狗肉可是大五婚啊 哎 我不管什么五婚六婚 哎 有肉就行 哎 哎 好呢 怕他那心想 这个肯定不是正经和尚 怕他那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 本着一盘狗肉端上来 往桌子一放 武松一看这狗肉啊 是切好了就放到盘里 前前的 到今天这是三天头了 一瞧那狗肉那边啊 干巴的都翘起来了 要平常来讲 这肉可就不吃了 今天是真馋这肉 行啊 将就吧 有道是鸡不择食啊 好 你把酒块给我端上来 跑堂的马上把一摊的酒 就给搬上来 又给他炒了两个素菜 放到桌子上 武松瞅着个饭菜呀 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但是心里边缠酒啊 要过一个大碗来 把这酒坛搬着 咚咚咚咚咚咚 把这大碗里面一倒 武松端起了个大碗来 正要喝酒的功夫 就听外边 一边谈笑着 一边走进了 那么好几个人 走走走走 这会儿 走 武松一看 犹大外边走进来 这伙人 为首的是一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带着一顶六愣 抽口状帽 迎门倒拉着三斤瓷叶 身上穿着 青断的绑身扣 腰际瓷瓷蓝大带 足灯薄底牛皮靴 扇配着团花开场 四方连 这个眉毛是黄的 眼珠也有点发黄 武松一看 他这个眼珠 有点像金眼镖师恩 武松心想 看来黄眼珠的人 还真不少 这个人身后边 跟着有那么八九个 好像他们是一伙弟兄 进来之后 这跑谈的就过来 哎呦 孔二爷 您来了 武松一听孔二爷 肯定了 这人姓孔 被称二爷 他排行在二 这人进来之后 倒不着手 把这饭馆里边先巡视了一圈 他看见武松了 因为除了武松 别的那桌子都空着呢 啊 来吧 咱们先到那边坐着 这伙人到这坐下 坐下之后啊 这跑谈的就过来 来到武松的跟前 哎 可爷 跟您商量点事 什么事 可爷 这么回事 您这靠窗户这桌子 还有那边那张桌子 这两张桌子 呃 是孔二爷 都已经早定下来的 跟我们说好了 他什么时候来呢 什么时候给到这地方 您呢 来到这的时候呢 孔二爷还没来 我以为呢 他来不了 所以让您先坐在这了 那么现在孔二爷 他们的弟兄几个来了呢 我就请您再高升一步 您到那边那桌 您看怎么样 啊 武松一听 怎么着 孔二爷来了 我得给到地方 没听说过 武松看看这跑堂子 你这个酒馆吃饭 不得有先来后到吗 哎 是啊 他是 其实人家就早就先来了 人早定下 我进来坐着的时候 你也没跟我说呀 对呀 这这这这怨我了 这怨我 我没跟你说呀 这现在我跟你说也不晚呢 现在跟我说 菜都摆上了 我酒都倒上了 我在挪地方 我不愿意挪 那边你让我高升一步 你就让他们高升吧 哎 哎 好 好 这跑堂子过来了 二爷 你看这个 他趴到那孔二爷 耳在台底下 鼻咕了几句 这孔二爷一听 好吧 哪桌都一样 咱们就在这边 就在那个桌吃饭 又能怎么着啊 吃完之后也发不了残 武松在旁边听着孔二爷说的这句话 心里面就有点别扭 但是没打理查 跑堂的 拿这个抹布 就给那边那个缸桌去擦 一边擦 擦摸他也跟他说 就是的 哎呀 这玩意没办法呀 什么人都有啊 行 我问你 给我准备的肉 弄好了没有 肉都好了 马上就给您端 擦摸完就捉案 就看那几点坐下了 这跑堂子一转身上了后院了 一会儿的功夫拖了一大盘子 这大盘子上边四只熏鸡 好像刚熏埋 那个油皮还正亮 香味浓郁 端着大拖盘出来了 夸放桌当劲一放 武松在旁边一瞧 哎呀 武松心想 我问他有熏鸡没有 他说没有 这不有吗 再一会儿的功夫 四盘子牛肉 油打后院端出来 端出来之后摆到桌子上 武松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武松端今晚来尝尝自己的酒 这酒淡如白水 武松把那个酒碗 往桌子上一蹲 唐官 跑唐的过来 哎呦 可言 您怎么着 这是你这卖的酒吗 啊 我要的是好酒 这什么酒 咱这是偏远地方 这就是村寮的老酒 就这一种酒 没有别的好酒 你这酒跟白水一样 这不是酒 不是酒 我们卖了多少年了 就是这种酒 您将就是喝吧 好 武松一想他没有别的酒啊 就这一种酒啊 这跑堂子又过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 武松发现那跑堂子有打后院 爆出一坛子酒来 这坛子酒往那个桌上一放 武松一瞧那酒坛跟他的酒坛 这坛子都不一样 就看那桌那孔二爷伸手 把那盖打开之后 把那酒往外一倒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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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往外一倒的功夫 这个酒香味就飘过来了 武松一闻这个酒味 武松心想 谁说没有好酒 这不就是好酒吗 武松一拍桌子 谈官 过来 跑堂子又过来 哎可以啊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说没有好酒 为什么他那坛子的酒 就那么香呢 跟您说呀 人家跟您不一样 我说你不一样 我说你不一样 我说你不一样